1月6日,特斯拉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第二次下调中国电动汽车价格,这引发了市场对电动汽车在需求疲软的全球最大汽车市场,将爆发更广泛价格战的预期。 特斯拉还降低了其在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最畅销的Model Y和Model 3电动汽车的价格,据一位直接了解该计划的人士透露。 此次协调降价是为了帮助刺激对特斯拉上海工厂产品需求的努力的一部分,上海工厂是该公司最大的单一生产中心,这也是这家电动汽车制造商。 自特斯拉任命常驻上海的中国和亚洲首席执行官汤姆珠负责全球产量和交付以来的首次重大举措,在降价至104美元后,特斯拉股价在盘前交易中下跌5.9%。 手提升至9低的时候 项目以关提升至102美元 006。 手提升至111美元 5千里准备 depend说明绩价格 鲁 tweets 涼多 刚才 Is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